作词 李宗盛 西方雀子 主位同修 即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课本 西方雀子第十一页 我们从道数第二行 第二句看起 悲载众生 求道服役真善之事 未免现于罗网 不可不慎 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是 杰明妙行菩萨 对查定弘母亲的一段开示 讲出他过去是修道的因缘 因为没有遇到真正的善之事 自己修行方向错误 跺在邪见里面 那么这一段菩萨非常慈悲 就是给他母亲讲 修道如果没有遇到真正的善之事 未免现于罗网 这个罗网是 邪之邪见 华言经佛给我们讲 路见仇灵 见就是邪见 非常稠密 的身影 那么此地用罗网来比喻 在任言经 佛也给我们讲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 如恒河沙 就是邪见 邪知邪见的 老师很多 像恒河沙那么多 那么此地用罗网 表示非常多 非常稠密 如果不是遇到真正善知识来指导 往往好心修行 都修错了 不管怎么认真用功 修得不对 忙修瞎恋 误入歧途 这个非常可惜 所以菩萨在此地 也给大家开示 不可不谨慎 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文 如今当之 游戏已见邪故 报复五肉 知正知故 呼吁邪诗 读者 这个念识 或者念识 就是有毒的识 另外的意思是指 毒害人的行为 毒识清招 岂得不生恐怖 今应述发圣信 至心意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国土 这是给查定宏的母亲讲 因为过去是这样的一个因缘 他修行修错了 所以 以这个 支箭偏邪的言故 所以这一身 果报或五肉 五肉就是 过去是他是一个比丘生 那么这一身 变成女生 那么女生 有这个五肉 师正知故 为什么这一身 负这样的果报呢 因为过去是 失去正知正见的缘故 堕入邪见 所以这一身 这个果报变成 女众的声音 女众的声 这个五肉 我们看佛学词典 就可以查得到 互遇学词 互遇学词就是 又遇到 支箭不正的老师 好像 去遭遇到 有毒的刺 遭遇到 邪见的老师 那这个 学词会 给人误导 错误的引导 让人 误入歧途 堕落 恶道 那这个 起得不生 恐怖 所以 不知道 都不怕 知道了 就会很恐怖了 知道这个事情的 严重 所以现在 这个时代 非常的多 非常的不便 你看 过去 明朝那个时代 古时候 有学诗 没有现在 这么多 现在可以说 到处 都是 你一不小心 就 跟着学诗 学错了 在这个时代 要遇到 真正的善知识 真的 也是过去式的 善根福德 因缘 才能遇到 遇到了 他才能 相信 才能接受 如果 善根福德 因缘 不记足的人 遇到了 他还是 不能接受 这个 真善知识 劝他 他 听不进去 不接受 学诗 劝他 一劝 他就马上听了 我们 敬老和尚 常讲 所谓 听骗 不听劝 真正劝导 他的 他 不相信 骗他 一骗 他马上就相信 那这个 一生 就要 空过了 那么这个 后面 菩萨 劝他的 这句话 是 最重要的 今应述发 正信 至心意念 阿弥陀佛 求生 极乐 国土 这句是 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 查定宏的母亲 过去世 是比丘 一个出家的男众 如果过去生 他修净土 念佛往生 极乐世界 那这一生 他不是 剁在 女众的身 而是 作佛 那这个 怎么能够 相提并论 所以 在这个时候 遇到 菩萨来 指点 那么这个 算是 十节 因年 成熟 所以菩萨 欠他 念佛 求生 净土 那么 念佛 往生 极乐世界 什么问题 都解决了 如果没有 往生 净土 除非自己 修行 能够断 烦恼 破无名 如果 烦恼 不能断 深深 世事 修行 静静 退退 静得少 退得多 所谓 进一步 退得九步 往生 净土 就 有进 无退 一生 成佛 好 我们再看下面的 开示 无酒 未 一友 问 得寿 几何 菩萨 事 济 曰 人命 如 遭 路 须 服 无 定 其 未能 讨 梦 患 何必 欲求 之 这个 无酒 是他们这八个人当中的老师 那么他 为一个朋友 请问 杰明 妙行 菩萨 他这个朋友 寿命 还有多长 得寿几何 菩萨给他开示 用 祭颂 先给他讲 人命 如 朝露 人命 就是我们 人的生命 这如同那个朝露 一样 朝露 就是早上 的露水 晚上 这个 下的露水 那么早上 太阳一出来 露水就没有了 这个形容 非常短暂 那么我们 人的寿命 实在讲 是不长 很短暂 纵然 佛到一百二十岁 在我们一般来讲 是非常长寿 但是一百二十岁 一百二十年 也是很快的过去 更何况 在这个世间 能佛到一百二十岁的人 很少 非常少 古人有一句话讲 人生七十古来兮 人生七十岁 就很稀有了 在礼记 讲 七十就算老 那么现在 有一句话很流行 人生七十才开始 现在呢 好像医学发达 人的寿命都延长了 以前的人 能佛到七十岁的 就不多了 五六十岁 往生的很多 那么在我们的亲友当中 长辈当中 也不少 像我一个三淑公 五十三岁就往生了 四五十岁往生的 也有 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 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走的 也非常多 所以 人生七十古来兮 那么现在呢 人又讲 人生七十才开始 那么这句话呢 是世间人讲的 因为啊 这个话呢 也有安慰的意思 那么人七十岁啊 你不要说他老 给他说 你才开始啊 七十岁才要开始 那么我们一般人讲啊 总是会停留在一个 希望的 妄想里面 是刚开始没有错啦 开始要继续轮回啦 下一辈子要犯一个 新的生命 新的环境 那我们 这个 现代人啊 都认为说 哎呀 这个 现在医学发达啦 大家寿命都延长啦 你看 八十几岁 九十几岁的 一百岁的 都不少 那么 释迦摩尼佛 在经上给我们讲啊 佛出现在 这个 世间啊 那个时候 地球上的人类 平均寿命是一百岁 那么佛给我们讲 我们现在是在 简洁当中啊 我们在简洁 简洁就是 每过一百年啊 人的寿命就减少一岁 如果我们身在 增洁啊 那就过一百年啊 增加一岁啊 增加到 八万四千岁 最最长的 八万四千岁 四千岁 到了顶端 那么又开始简洁啊 过一百年又减一岁 减到最少十岁 那十岁 又开始 往上提升 又过一百年 又增加一岁 那么我们现在是简洁啊 释迦摩尼佛 那个时代是 人寿一百岁 那么 根据中国的算法 释迦摩尼佛 涅槃啊 离开我们人间 已经三千年了 那个时候啊 一百岁 那么现在呢 减了三千年了 减掉三十岁 所以现在人平均寿命 是七十岁 平均寿命 那么我到大陆去啊 有很多同修有疑问啊 怎么七十岁 我看到八九十的很多啊 我说那个是平均年龄啊 现在医学发达了 大家寿命都很长了 我说是平均年龄啊 他还是想不通 我说很年轻死的也有啊 他说是有啊 但是他看到的还是好像 活得很老的比较多啊 年轻死的少 其实他没有去殡仪馆看看 实在也不少 后来我就给他讲啊 我说现在呢 还不到一岁就死了啊 那有多少你知道吗 我说堕胎的你知道吗 肚胎的几个月就死了 那一天这个地球上啊 死多少人你知道吗 他才明白 这样啊 这样来合计一下呢 真的没错啊 现在活在这个世间上的人啊 这个医学发达呢 年纪增长了 但是呢 还不到一岁的几个月就被杀死的很多啊 光一个澳大利亚啊 人口比我们台湾少 一个月就一万多件的堕胎事件 那么全球 一个大陆十三历人口有多少 现在堕胎又合法化 以前是违法 现在是合法 所以我这样给他算啊 佛还是讲的没错吧 对我们讲的平均年龄 你有 有少数几个人是佛到八九十啦 佛到这么这么多啊 但是呢 还不到一岁的死的 每天不晓得多少 那你这样去平均计算 算一算差不多啦 但是 活在这个世间啊 多佛几年 是不是就是好事呢 从佛的因果来看啊 未必是好事 为什么说未必呢 多佛几年 你多佛几年 要干什么 多佛几年 你这多佛几年 在做好事 还是干坏事 如果多佛几年 干坏事 那将来这个果报 那就更惨了 那有什么好处呢 将来堕落地义的时间 更长 所以啊 这个 账啊 要这么算 那么如果 佛在这个世间啊 做一些 对众生 有利益的事情 那这个 是需要 多佛几年 如果在这个世间啊 造恶业 多佛几年 多造几年恶业 实在讲啊 没好处 反而有坏处 所以人命如遭路 实在讲啊 人的生命 佛在 四十二章经 给我们讲 人命在 呼吸间 佛在问 问这个 问这个弟子 说你们知道吗 人的生命 有多长 一个弟子说 可能一个晚上 今天晚上啊 上床睡觉啊 明天早上 爬不起来了 就走了 就像孔老夫子啊 他不收隔夜的帖子 他不收隔夜帖子 他为什么不收呢 因为 他担心啊 晚上 睡觉啊 那明天就起不来了 给你收这个帖 我要失信了 那么有一个弟子就说 是一个晚上 人的生命 就是可能一个晚上啊 明天 他就走了 那么这个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 的确也 常常听到 那么另外一个弟子啊 讲啊 一餐饭的时间 可能这餐饭还没有吃完 突然他就往生了 那么这个前面两个啊 那么回答呢 佛都给他们讲 说你们讲的还不是事实 后来第三个弟子讲啊 人命在呼吸间 那这个是讲的最真实的 为什么呢 你一口气 不来啊 这一口气 呼出去 吸不进来 那就死了 就是在呼吸之间 人命在呼吸间 那比这个招路的更短暂 你看人命在呼吸间 你看去年那个西班牙 静中学会那个陈会长 陈永生 陈永信机事啊 还有宜然陈永皇机事啊 当初我都叫他们是三兄弟 永自辈的啊 那么他也是 今年如果在66 去年啊 吃中饭 他喝几口汤啊 就餐桌上就 心肌梗舌就往生了 那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啊 真的就想到 哎呀 佛经上讲 人命在呼吸间啊 真的就是这样 人命如朝露啊 虚伏无定期 虚伏就是不一定的 那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啊 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 没有定期 那么真正一个觉悟的人啊 他时时刻刻 就是想到我 就要死了 那么印光祖师是 给我们念佛人啊 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榜样 你看祖师啊 他自己写一个死字 在自己的小念佛堂啊 佛像后面 就贴一个死字 他自己就是这么观想 也欠念佛的人这么观想 他说这个死字非常好 想到我今天就要死了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这个字如果提得起来啊 那么我们念佛就得力了 就能降伏妄念了 这个事关不起来啊 那我们总是 被这个妄想打败了 那么印竹啊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给我们念佛人啊 很好的榜样 我们要常常啊 记住祖师 这个开示 对我们念佛功夫的帮助啊 非常之大 所以人命如朝露 虚乎无定期 不一定啊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 甚至也不知道 等下的事情 未能逃梦犯 何必欲求之呢 说你 不能逃得过这个梦犯泡影的 这种生活 那何必知道你 你佛几岁呢 知道不知道 这个意义不大 何必要知道呢 不知道还比较好 知道 那又能怎么样呢 那除非啊 像了凡 几世啊 给这个孔先生 给他算命 53岁 8月14 丑时 就要死了 孔先生 给他算这个命 算得很准 后来遇到 银骨禅师 给他开示 他能改造命运 那这样还比较有意义 如果不能改造命运 你又不能 进一步的脱离生死轮回 那知道啊 就意义不大 所以说何必欲求之呢 未能逃梦犯 何必欲求之呢 你逃不过这个梦犯泡影的 六道轮回 那何必去求这个寿命 有几何呢 我们再看下面 再开始 父士曰 且莫为他问日期 到腊月三十日 管起手忙脚乱载 事有国以次年腊月三十日集中 那么 那杰明妙行菩萨又给吴朽开示 说你 也不要去为他问哪一天 意思就是给 给他讲 你也就不用去告诉他 那么他给吴朽讲 到你那个朋友 到腊月三十日 腊月就是农历十二月 年底那一个月 一年最后一个月 三十日就是除夕那一天 他除夕那一天 就会死了 管起手忙脚乱载 那么我们六道凡夫 到命中的时候 都是这样 手忙脚乱 不能了生死 那都是手忙脚乱 事有国以次年腊月三十日集中 那么他无小的 无朽的朋友 果然第二年 腊月三十日 那一天 急就是生病走了 就是除夕那一天 那么我们再接着 看下面 吴朽闻说 睡求开示 那么吴朽啊 听到菩萨这么 跟他讲 那么就求菩萨呢 给他开示了 菩萨曰 言博当知 学道而不明此心 披露 造物无稽 渡水无法 一名心者 当为戏观就 此生此心 从何而有 继四大虚范 心将随即 身心气范 世界为尘 了无差别 目前万法 从何处生 从何处灭 若无生灭 则能造所造 两无所依 至见真如极灭场地 那么菩萨 给吴朽开示 说言博当知 那这个言博 可能他起的法号 学道而不明此心 这个是 在认言经 佛讲的最详细 学道 以这个大乘法标准来讲 你必须先认识你的真心 在禅宗讲 悟后起修 悟了之后 你会用心 你会用真心 那么你会用真心 才能够明心 见性 见性成功 如果不会用真心 我们用的阿兰野 阿兰野是旺心 用这个旺心修行 最高的能够修到 死法界的佛 死法界的佛 你像生文原觉 全教菩萨 死法界的佛 还没有明心见性 但是呢 他们超越 三界六道 生死轮回 他们超越了 那么他们用的还是 忘心 还是阿兰野 那么我们凡夫 也是用忘心 也是用阿兰野 但是我们六道凡夫 用的不对 所以 在六道里面 生死轮回 那么 世圣法界的 佛菩萨 声文原觉 他们 阿兰野 虽然他们也用 他们用的正 我们用的邪 用错了 在六道 用对了 在世圣法界 他们还是用 忘心 修行 不知道 真心 不认识 真心 不认识 真心 但是他们 修得很正 就是依照佛的 指导 忘心 用的很正 所以他们 能够到 世圣法界 能够了生死 但是还不能 明心 见性 因为他们用的是 忘心 你要明心 见性 必定要用真心 不管你修 哪个法门 都一样 那么 使法界的佛 还没有明心 见性 他断见识 烦恼 断成杀烦恼 但无明 没破 因为 他 没有用真心 还是用忘心 所以天台中 分这个佛 有六级佛 理级佛 就是我们 所有众生 跟诸佛 菩萨一样 从理论上讲 大家都有佛性 都是佛 理级佛 第二个 明智 级佛 明智 就是听经学佛 知道自己本来是佛 但是 还没有真正修行 第三个 观行即佛 观行就是 开始修行 修官 功夫得利 但是还没有 断烦恼 还没有断见识佛 成杀佛 第四个 相似即佛 相似 就断烦恼 阿罗汉以上的 到始法界的佛 菩萨 很像佛 但不是真的佛 因为他还用 阿兰也用忘心 所以叫相似即佛 很像 第五个 是分正即佛 就是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那是真佛了 他们用真心了 第六个 就静即佛 这个无名破尽 正得就静圆满的佛果 那么这一段 菩萨的开示 就是讲 学道 如果你不明了 这个心 此心就是真心 你不认识这个真心 譬如 造物无机 渡水无法 好像你要盖房子 没有地基 那怎么盖呢 你要渡水 没有传法 那怎么渡呢 所以 在这个 以大臣言教的标准 修道 像禅宗讲的 物后取修 要教你先认识真心 那么这个认识真心 大家如果不怕麻烦 请读认言经 开会认言 我第一部听老上讲的经 就是认言 所以对认言 印象比较深刻 认言 就专门找新 你看认言经 七处真心 这个佛就 问阿兰 你心在哪里 阿兰尊者能够讲出七个地方 我们都没办法向他讲 在内 在外 在中间 讲了七个地方 七处真心 这个认言经 很精彩的部分 那么有的祖师 他判了七番破处 他讲了七个地方 都被佛给他否定了 破了 这个详细要讲认言 那个一层一层给你分析 那比较花时间 这个年纪比较轻的 如果四十岁以前的 我们老上讲 四十岁以前的 我建议你们 去读认言 开会认言 你读了会开支会 四十岁以后 我建议你 你不要管他真心忘心 你去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对了 年纪大了 不要找那个麻烦 但年轻的 我们建议他 多学习 将来他可以红华 特别度那些知识分子 所以 你不认识真心 那么没办法修行 所以 禅宗教下 都要先明白这个道理 你真正会用心了 那么你才会修行 那么这个标准很高 这个标准很高 这个标准是 大臣原教 因为天台中判四教 华言判五教 五教是小时中顿圆 天台判账通别远 那么他这个讲的标准 是在原教 原教的标准 他的基础 建立在真心这个上面 那么如果你没有前面 那个小成教 方等教 这些基础 这个是讲到波勒了 你也不得其门而入 那么菩萨给 这个五朽开示 这个过去 他们都修行修了很久了 所以他对他开示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 开示这个大臣 他还是不得受用 但是我们可以听一听 这个是可以的 听得懂就懂 听不懂也没关系 不要一直去想 你越想就越 越想不通 那就放下 不要想 一心念佛 那么这里讲 一鸣心者 当为戏 观旧 你看这个 为戏 观是什么呢 观照 旧是什么呢 参旧 观照参旧 那么这个都是 禅宗用的方法 禅宗啊 你没有开悟啊 不准你看经典 跟教下不一样 教下用经典 慢慢给你分析 给你讲 因为这个大臣境界 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讲也讲不出来 你想也想不到 但是佛呢 在这个经典上 有善巧方便 引导 用这个 经教啊 引导我们 入那个真实 那禅宗 他这个方法 他是 他 不用一般 这种 经教 这种 方法 直接呢 就是叫你 顿悟 所以去参禅的人啊 他不准 没有开悟 就不准看经典 为什么不准看经典 要把他 斩断他的妄想 因为呢 你不会看经的人啊 就一面看一面打妄想 跟经讲的 是完全是违背的 不知道啦 那个经啊 他的意思是 意在言外 开经济讲 愿解如来真实意 如果不懂这个经意啊 那么在这个文字上 名字 语言文字上啊 尽量变 打妄想 你想了无量解 你还是 不懂 还是不解如来 真实意 那么当 维系 观照 参就 那么 就这个不是讲 研究 参就 这个是很关键的 现在人都说 我研究研究 研究用的是 意识心 意识心就是 阿兰也 就是忘心 那你怎么研究 都研究不出 事实真相 所以科学家 哲学家 头脑很好 研究到最后呢 他还是 找不到 宇宙人生的真相 为什么呢 他用心用错了 他用忘心 那么忘心啊 我们这个意识心啊 这个 圆的范围也很广 对内呢 他能沿到 阿兰也的三细相 夜相 转向 境界相 对外呢 能沿到 宇宙的边缘 这个意识心啊 沿得很广 那么现在科学家呢 透过这个 科学仪器呢 可以沿 对内可以沿到 阿兰也的三细相 对外呢 可以沿到 宇宙的边际 但是就是沿不到 自现本性 因为他 用的心 不对 用错了 所以不能研究 要参就 那个参就啊 这叫你参的 你不能用去想的 去研究 我来研究研究 那不行 一研究一想 就堕入妄想妄念 那你怎么想 想不到真实的 所以禅宗啊 有些学人啊 去跟禅师参禅 禅师呢 给他问一个问题啊 那个去学禅的人啊 刚刚要开口 要回答 禅师就用那个 手掌把他嘴巴 给他捂住 那个人 马上开悟 这个禅宗在中国这个佛教史上啊 那么很多种方式开悟的很多 也很有趣 有的去参禅呢 问问题 口一开呢 香板就打下去了 不能开口 开口 变错 动念疾拐 所以不能开口 不能开口 好呢 那就干脆不要讲了 那不要讲也不行 香板又下去了 他开口也不是 不开口也不是 逼到最后呢 他突然大车大悟 禅宗用这种方法 参旧 逼你开悟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根气 遇到真正高明的禅师 那么用这种方法 那可以帮助人啊 顿悟 如果不是这个根气 如果遇到那个禅师啊 现在我看到很多人名片都印什么禅师啊 我看他一点 对禅一点都不懂 印了名片 他是传地几代的 什么朝动宗的 遇到这些人啊 我们也不好意思去 去给他揭穿 要揭穿他 他还是不知道 那些都是外行的 外行的 那么下面讲啊 此生此心啊 从何而有 当我们去 去找 这个身体 这个心 从哪里来的 我父母生我的啊 你父母又怎么来的 我父母的父母啊 那你一直再问下去 问到最后呢 你就会起一个疑情 那个禅宗要你的悟啊 就是在那个 你提起那个疑情 那个给你点破了 你就开悟了 那么这里啊 他还有讲一个 让你去维系 注意这个维系观就 维系就是你要心要 维系 心要系 不能粗心大意的 此生此心 从何而有啊 这个身心 从哪里来啊 为什么有这个身心啊 为什么我们 有眼睛可以看 鼻子可以嗅 舌头可以吃 耳朵又可以听 怎么 怎么有这些功能呢 这功能怎么来呢 这个科学家不知道 哲学家也不知道 我们鼻子为什么长这样呢 我年轻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听经了 已经听老上讲经 有一次我在台北工专 晚上在那里散步 被两个基督教 把我拉到计程车啊 说帮我出车前 去新生南路一个基督教堂 一个美国回来的牧师 很会讲道 他说你不听太可惜了 我说我没时间啊 哎呀你不去可惜啊 把我拉上去 两个人啊 一个把我拉上去 一个又另外拉一个人 那个传教实在是很热心 所以我去 很多人 刚好我进去的时候啊 那个牧师讲道啊 他说你们知道吗 上帝有多万能 你们知道吗 上帝啊 把我们人这个鼻子 这个鼻孔啊 照向下的 你说这个上帝 厉害不厉害 如果上帝把我们这个鼻孔啊 照那个朝上面的 我们下雨就积水 大家听到 哦 鼓掌 那个时候呢 我已经听经老和尚讲经了 听了 才快笑出来了 现在来考一考 我们人的身体为什么长这样 大家要读无量寿经吧 无量寿经给我们讲 不可思议 业力所致 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一句 那佛跟你讲得很清楚 不可思议 你不可以用你的思想去思维 不可以用你的原理去议论 就给你讲不可思议的 你偏偏要思要意 你说你思议得出来吗 你无量寿经啊 那个多读几遍啊 这一段经文读一遍 你会开悟的啊 不可思议所致啊 为什么极乐世界那样 我们说服世界这样 不可思议业力所致 那个业力是不可思议的 法尔如是 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那么你懂得不可思议这四个字啦 那么你这一段文你就 都明白了 所以大乘法都给你讲不可思议 所以禅宗啊 就不让你思议 用禅忍 让你误入那个境界 那么你就明白了 那误入呢 你自己误入了 那别人问你啊 你也是对他讲不可思议 为正方知 那么这里一层一层给我们讲啊 此生此心从何而有 那么你追到最后呢 没有啊 像阿兰尊者呢 七处真心找了七个地方啊 他找到心方啊 他真的心不晓在哪里啊 既四大虚幻心将随即 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虚幻组成的 那么我们这个心啊 要寄存在哪里 这个身既然是假的 你说寄在这个身体 阿兰讲啊 心在里面 佛说不是 当然心在外面 佛也说不是 现在就中间 这跟外面里 我这个身体里面 跟外面那个当中 那也不是 找了七个地方 心将随即 大家有没有看过 达摩那个像 达摩啊 那个像啊 都一只手上伸出来 那个就是 慧可啊 去参达摩 慧可说 哎呀 去那边 跪了三天三夜 这个达摩主持不理他 他把这个戒刀啊 这个手被砍断一个 后来达摩啊 才问他啦 说你何苦呢 你这么辛苦 跪在雪地 三天三夜 又断了一只戈背 你这何苦来哉呢 你为的是什么呢 他说我心不安 求你帮我安心 那达摩啊 说好 心拿来 我帮你安 慧可 一下子回头 回光返照啊 他忽然 心在哪里啊 找不到啊 所以 慧可说 密心了不可得啊 我找心找不到啊 不知道在哪里 一辱安心境 达摩给你 我心给你安好了 他这一句跟他讲完 他当下就大车大乎了 所以 记四大虚犯啊 心将随记啊 记在哪里啊 那不是记在这个身体啊 不是这个身体啊 这个身体啊 有人以前说 这个心啊 是脑细胞 那是肉团心 这个心脏 那其实都不是啊 你说这个心 是心脏 他现在医学发达 人可以犯心啊 这个人抗死了 有人间器官的 他这个甲的心脏 可以移植到乙的心脏 那这个甲死了 以佛过来了 那个乙讲话 他的思想 是不是变成甲呢 不是啊 还是乙啊 但是他那个心不一样啦 是别人的啦 是别人的啦 现在这个医学发达 犯心 犯肝 犯肾 犯了之后呢 犯别人的这个器官 他的思想 是不是变那一个人啊 不是啊 那说明呢 那他那个心的 不是那个身体的 哪一个器官 哪一个部分嘛 不是啊 但是不是 但是我们现在 有感觉 有知觉 这个心到底是 是在哪里 大家这一段啊 如果你会参啊 去参个几天看看 如果你参透了 你就 你就 开悟了 开悟其实讲 也不难 就是你参透了 就悟了 那参不透呢 参个无量节呢 还是这样 那么身心济范啊 世界为尘了无差别 我们这个身心 既然都是虚幻的 你也找不到 那整个世界 微尘啊 跟我们这个身心 不是一样吗 目前万法 从何处生 从何处灭 我们现在要找生命 现在这个科学啊 都要找个宇宙的 起源 那么正老和尚讲 这个法言经啊 这个 完颜观 望尽繁年观 讲到现在的科学家呢 外国的科学家说 这个宇宙啊 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啊 是大爆炸 大爆炸 那么又讲到 这个万法 这个外国的科学家 都讲进化论 进化 他说我们人 以前是那个猴子 我们以前人是猴子 因为猴子 一直进化 一直演变啊 原来有尾巴 现在变没有尾巴啦 那么 老上讲经也讲过啦 他说 但现在还是有猴子啊 那个猴子还是有尾巴 为什么那些猴子没变成人呢 又讲不通了 所以这些 外国这些科学家呢 讲的这些理论啊 早在古印度啊 三千年前啊 他们那些外道都讲过了 什么断面论啊 常见 断见 九十五种外道啊 各种看法都有 该讲的 他们都讲了 所以目前万法 从哪里生的 又从哪里灭 实在讲啊 佛在佛爱言经 就给我们讲的非常详细 因为我们没有正悟那个境界呢 我们还是有个疑问 那么古来主书大德呢 他正悟那个境界 他亲见了 他们没有疑问 那么我们现在呢 从这个经教里面啊 能够悟是解悟 不是证悟 你没有自己亲证那个境界 不是证悟 是解悟 根据这个佛经的理论 我们正确的理解 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毕竟你没有亲证 所以现在呢 量子力学家呢 提供这些科学报告啊 老上很开心 以前我们还是有一些疑惑 现在这科学呢 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佛经上讲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悟 那现在科学呢 那现在科学呢 提出这个报告出来啊 让我们能够理解 帮助我们对佛在大乘经讲的 这个信心啊 增长 那么这个万法呢 实际上讲啊 他那个生灭 几乎是同时的 而且生灭呢 他没有开始 所以我们讲无始 我们念忏悟剧啊 无始 往昔所造诸二叶 皆由无始贪成痴 无始就是没有开始 那没有开始 这个怎么出现呢 他是一时顿现 他刹那刹那 一时顿现 一时顿现 所以现在牢上用那个 这个 过去那个老的电影啊 交代 一秒钟二十四章 用那来给我们讲 那实际上讲啊 华言经 佛问弥勒菩萨 问说 一坛子 有几念 弥勒菩萨讲 这个 弹一下 一个弹词 一弹就 三百二十一 的念头过去了 念念成型 每一念都有 都有 精神都有物质 那么一秒钟啊 最少能弹四次 快的话呢 可以弹六次 就算弹五次吧 那一千五百多兆 的生灭 所以他那个生灭的速度 我们怎么会感觉 感觉不到 所以有生灭 实在讲就是 无生灭 所以我们说 误入这个 无生乏人 你看到这个 事实真相了 他 没有生灭 不生不灭 所以花开见佛 勿无生 勿无生 那么这个是 成佛的境界 见到宇宙 本体 事实的真相了 他没有生灭 生灭 几乎是同时的 所以说不生灭 若无生灭 则能造所造 两无所义 没有生灭 你能够造 所造 能所双亡 自见真如 即灭场地 那么你就见到 真如实相了 诸法实相 你就见到了 诸法实相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眼前 就在眼前 我们就是见不到 为什么见不到呢 因为我们现在 那个心在动 起心动念 在生灭 你这个念的 一停下来 那你就看到真相 那么这个一段 文字不多 但是呢 我们要深入去细讲 那这个经典注解 就相当多了 相当多 那么菩萨开示呢 他也是看根基的 这个吴朽是他们八个人当中的老师 说明他这个聪明智慧呢 比较高的 所以他才当他们老师 所以跟他讲这个高层次的佛法 那么这个我们能理解是最好 不能理解也没关系 我们念佛法门 你就念到能念所念 念到心空佛欲望 那你就知道了 你就自见真如极昧场地了 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 它有个方便 你可以用 这个 先从有入五 那其他的大成法 我们不行 你一下子就要把那个断掉 我们是从有念 进入无念 那其他大成法 你一开始就要无念了 那个比较难 那我们从有念 进入无念 那有个方便 所以念佛 他的方便 就在这个地方 他殊胜也在这个地方 不管你什么根气的 用念佛这个方法 都能达到 真如极昧场地 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 聚取孔生 这个具体是一个地名 那么我查这个 中国地理 这个是江苏聚荣县 那么有个姓孔的 这个 先生 辞灾二十年已 自念衰老 问死后云何 因去下不已 菩萨曰 不须悲累 但从我说 深信遵行 自有好处 安身在 那到这里是一段 这一段 就是 这个孔先生 持灾 就吃素 二十年了 那么 自念衰老 衰老就年纪也大了 那么以前的人 大概五六十岁 就觉得很老了 现在的人说 人生七十才开始 实在讲就是 五十以上就半百了 半百 那么我现在是六十三了 六十三了 在古人讲叫花甲之年 那现在给我说 人生 我还没有开始 所以我很开心 其实 我们看 印光祖师的文操 印竹给念佛人 开始说 五十岁以上的人 多修内功 少修外功 外功就是 做外面种种善事 少做一点 不是说不要做 减少一点 偏重内功 什么叫偏重内功呢 多念佛 佛多念一点 就是偏重内功 少做外功 如果半百以上的人 偏重外功 少修内功 可能这一生就往生不了 所以要往生 还是佛多念一些 那么这个孔僧问 老了怎么办 死了以后怎么办 他想到这个问题 想到这个问题 就流眼泪 那菩萨就给他安慰 不惜悲泪 但从我说 你深信遵行 那么这句很重要 你要深信 那这个信 不能浅 要深信 深信不疑 那么遵照 菩萨的开示来修行 自有好处安身 你自然有好的地方 安身 不要烦恼 遂受济约 西方有净土 人天皆所依 如能修此门 安稳无经营 那么这个 给这个孔僧讲 西方有净土 人天皆所依 我们在六道里面 这个人天道 大家所依靠的 就是西方净土 我们六道凡夫 要超越六道 那么西方净土 是我们所依靠的 唯一 我们人天可以依靠的 就是西方净土 为什么呢 他可以待业往生 我们人天有份 所以如能修此门 安稳无经营 如果你能够修这个法门 那么你 后面 深厚的事情 你就安稳 没有 惊慌 疑惑了 对你的前途 是一片光明 如果 没有写佛的人 不知道修净土的人 真的 想到人 这一生生命结束之后 那不晓得去哪里 真的是前途茫茫 不知道何弃何从 不知道去哪里 那这个就 很可怜 所以我们遇到净土法门 实在讲是 这个世间最幸福的人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开示 沈文周 以商喊明家 四智作礼 菩萨问曰 寒露心包 当作合并 答曰 明众寒 因欲 诸人曰 如等但知 寒露心包 明众寒之急 若 若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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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为隐命之病 如诸人 但以身病为病 调吃自知 至于心有大病 这不问明医 不求妙药 不求妙药 以及他们的 以及他们的 基坛 请示 是 杰明妙行菩萨 那么菩萨就问他 你做医生 你又是专门治这个伤寒的 如果寒入心包当作何病 如果这个寒气入了心包经 那这个是 这什么病呢 达约重寒 就是心当中重了寒邪 终于讲风寒属丝 这个寒气是邪气的一种 这个寒邪之气入到心中 那么菩萨就用这个来比喻 给大家开示了 因欲用这个医家这个名词 来比喻 给大家讲 如等但知寒入心包 名曰重寒之急 那么这是 寒入心包呢 就是重了寒邪的疾病 如果邪入一心 即为损命之病 这个邪入心 那就 这个命 会丧失掉的 会失去生命的 那么这个是 用那个邪之邪见 入了心 那这是要命的 这个寒气入心 会要人的生命 这个邪见的寒气 入人心 那会损人的会命 法生会命 那么法生会命 那比这个身体的生命 那重要太多了 我们的生命 这个身体死了 四九天又去投胎了 又换一个身体 换一个新的环境 但是这个邪见入心 他生生世世跟着你 不晓得哪一生 哪一节才转得过来 那很麻烦 所以这个邪见入心 是伤人的法生会命 这个大家不知道 所以乳猪人 但你生病为病 调之治之 身体有病 知道要去调 要去治 至于这个心 有这个大的病 反而不知道去问明医 不求妙药 任其犯苦 耳末之觉 爱在 那么让他 生生世世 给我们造成 六道生死 轮回这个 灾犯 受这个大苦 而不觉悟 不知道要去对治 所以菩萨 所以菩萨呢 给大家讲 爱在就 这个悲哀 有心病 不知道去治疗 身体有病 知道治疗 心里有病 不知道治疗 生生生世世 不觉悟 所以六道众生 真的是很悲哀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陈大心 奉教念佛 极其诚挚 菩萨 世纪曰 八得 此中 灵已重 果然 一念 甚洪生 知培 虽界 如来历 掌养 全品 决定心 又欲诸人 曰 此土有发 愿往生 辙 彼土 即生 莲花 故作 事 如等 应生 生 信 这个 一位 基士 叫 陈大心 大概 这个基士 发了 大心 奉教念佛 极其诚挚 那么他依教奉行 来修念佛法门 那么他 非常的 诚心 就是 很自诚的来念佛 那么菩萨给他开示 一首句说 八德 慈重 连以重 果然 一念 甚洪生 知培 虽界 如来历 掌养 全品 决定心 这首句 就给他讲 也是给我们 大家讲的 我们修念佛法门 我们每一个人 八德 慈重 连以重 西方极乐世界 七宝 池 八公 得水 那个连池当中 那个连范 你已经种下去了 你念一句佛号 就种下去了 果然 一念 圣 红 春 关键在这个一念 心一 这个一念 这个一念 我们 常听 祖师大德讲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无量寿经 一心三倍 给我们讲 一念 净心 他那个一念 他就相应 那我们念那么多 就是要念到 一念相应 那一念相应 你就 一念相应 就 相应 一念相应 就念念佛 你每一念 都是跟佛相应 支培 虽借如来力 支培就是培养 虽然我们是借如来的 加持力 但是 掌养 全凭 决定心 掌养就是 怎么让它增长 培养 全凭我们自己 心在决定 那么这个就是讲 自他恶利 你看 我们要借如来的力量 那么也要凭自己 决定的心来培养 来 挣扎 是 两方面的 两方面 自他恶利 又欲诸人曰 持土有发愿 往生者 又给大家 开示 我们持土 就是娑婆世界 我们现在住的 这个世界 如果有人 发愿要往生 西方极的世界 彼土 极分 莲花 那么我们 念佛的同习 每一个人都 发过愿 那么有时候 我们真的 发愿 真想往生西方 你这个念头 一生起来 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七宝池 八宫得水 他就 连花 就有你的名字了 如果过几天 又不想去 这里 孙子 还蛮可爱的 现在还不想去 莲花又 消失掉了 哪一天 又想要去 那莲花又出现了 刚才一个 老菩萨来找我 他平常去善果林 参加法会 七十几岁了 最近 那个 脊椎骨 摔倒了 这个站 站也不舒服 坐也不舒服 躺着也不舒服 他给我讲 希望他往生 要我帮他处理后事 我就跟他讲 找碧珠 碧珠等一下 我拿电话给你 他一直说 拜托我给他处理 我说没问题 那么他说 我这个病得这么苦 坐也坐不久 站也站不久 躺也 这个我可以理解 他说很想到西方 我说到西方 当然我们每个人 都想越快去越好 但是你寿命还没有到 也不能急 你要随眼 那么他遇到这个病苦 发现要去西方 那个七宝石就有莲花了 如果念念不退 一直念佛 一直到命中 那佛就来 拿那个莲花来接引 所以 有这个病苦 诸佛以苦为师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诸佛以苦为师 如果没有苦 人就不容易觉悟 如果他身体很好 一条像龙一样 他怎么想去西方呢 他根本就不想去 他想在这个仁天 享受荣华户贵 他就不想去西方了 那么有了病苦 就觉得 哎呀 这个人先真苦 听说 极乐世界很好 无有重苦 但受诸佛 我们很向往要去 这样 愿就生起来了 那么你动了这个念头 阿弥陀当然知道 只是时间还没有到 他还不会来接引 时间一到 他就来了 我跟他讲 不要急 在这里受一些苦 也是消业障 要消尽 那么你就可以往生了 所以 彼土 急生连发 故作事与 如等应生 生信 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往生净土 就是信愿行 那么如果 我们这个信心不深入 这个愿 常常会退掉 有时候想去 有时候又不想去 大部分会停留在这个阶段 我自己都有这种情况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时候病的 实在是受不了 我一生病 我就 那个 厌力就会特别强 其实往生的厌 我就会特别强 那等一下稍微舒服一点 就 又 比较没有那么强烈 如果我有一病 我就很强烈的 要往生 那么我们要培养这样的念头 就是 你一旦有病 就 发愿往生 不要发愿求病好 发愿求往生 那会好就好 不好 我们就往生 我们本来就是要去西方 西方 换个莲花化身 无量寿多好 何必在这里受苦受难 何苦 要常常这样想 你常常这样做如是冠 那么 你慢慢跟极乐世界 它就相应了 你说什么时候相应 你这个愿一生起来 马上就相应 多快 你就会感觉到 西方 就在眼前 不是十万利活国度 是在眼前 如果你不想去 那不只十万利 十万利又十万利 不只 你想去就在眼前 不想去就很遥远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 下面我们明天再来学习 祝大家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